四分五列 战国时 秦国在七国中的势力最强的 齐、楚、燕、韩、赵、魏 六国在苏秦的游说下 结成合纵 共同抗秦 这时秦国的宰相张仪为了拆散合纵 使合纵变为连横、亲秦 就极力向魏王劝说道 魏国地处齐、楚、燕、韩赵五国之间 周围又无险可守 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致命弱点 如果联合南方的楚国而不联合齐国 那么齐国就要出兵从东边来攻打魏国 如果联齐不联赵 赵国就要从北边来攻打魏国 如果不和楚国清闪 那楚国就会从南边打过来 这样就会四面受敌 使国家四分五裂 魏王听了 有些焦急地问 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保证 我的国家不受侵犯呢 张仪见魏王有些动心了 便对他说 我为大王设想 最好还是和秦国联手 这样楚汉两国就不敢侵犯魏国了 魏王明知道和秦国联手对他不利 但迫于形式也只好同意了 一个集团或国家 在面对外来势力的侵犯时 只有内部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才能保证集团或国家不受分裂 后来人们引用四分五裂这个成语 来说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被瓜分 权力不能统一